上次提及電腦掃描和磁力共振 很多人會在留言問PET又是什麼呢? 這完全不同 PET 全名叫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有些人叫正電子掃描 之前我們所說的電腦掃描或MRI 我們希望得到的就是身體內部情況的清晰影像 去判斷有沒有病變 有沒有腫瘤生出來 這個PET照出來的影像是不清晰的 你說不清晰有什麼用? 我講一下PET的原理 PET跟CTX光一樣有那麼多放射性 但它的放射性不是機器射放射線經過身體 而它的做法上要打一些有少少放射性的物質 其實是一些糖分 是一些葡萄糖的東西 這樣就打入身體那裡吃下去 我們用那部機器拿出那些叫Tracer 找回我們吃了那些糖分的訊號出來 以腫瘤細胞的計算 腫瘤細胞的活躍程度比一般細胞強一些 如果它很活躍的話它要做很多事情 它要不斷地生長 它就會提升很多 它就會吸收很多糖分 包括我們吃下去 或者打下去的這些有少少放射性的糖分 如果有腫瘤的話 這些有放射性的糖分就聚在腫瘤那裡 PET scan 主要就是提升這些訊號 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真的知道腫瘤的位置 但是影像又不太清晰 你只能大概知道 那個位置 那個腎周圍 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 是有腫瘤 那在哪個位置 你又不太清晰 就不是最好 所以這個PET scan 多數都會跟著電腦掃描 一起做 組合一起 那你就知道哪裏有腫瘤 而腫瘤的位置 你也看得到 今天來說 它主要的用途 都是證實了有癌症的人身上 看看有癌症有沒有走散了 或者腫瘤 治療之後的反應 在治療前做一個PET scan 治療後做一個PET scan 你就可以知道腫瘤 究竟清了沒有 主要就是這些用途 理論上 這個PET scan 就有個好處 就叫做 如果你的腫瘤很小 或者沒有症狀 或者可能在身體很隱藏的地方 你又感覺不到不舒服 那你做一個PET scan 都可以早期 就找到看到那些腫瘤 就盡早醫治 完全傳遇的機會 應該大一些 不少人就想過 或者建議 這個PET scan 可以在癌症早期 就找到盡早醫治 一個好的方法 問題就是 PET scan 跟其他醫學測試一樣 它不是100%準確 你做得多的時候 總有一些是假陽性 大家要知道 PET scan 的原理 就是 反正細胞活動活躍的話 它就會找到 那些有放射性的糖分 聚在一起 有訊號 但是癌症 就不是唯一一個過程 會令到有這些訊號出現 有時候 身體有些發炎反應 那個位置其實不是癌症 它正在發炎 發炎 身體都做很多事情 那些細胞都做很多事情 都要多些糖分 包配這些放射性的糖分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的訊號 未必是癌症 如果你做了PET scan 出來了 有個地方有訊號 那你又以為它是癌症 最終 搞完一輪 檢查完一輪之後 可能浪費了很多錢 又要做很多檢查 很辛苦 最終發現它發炎 那就是一場虛驚 那究竟大家對這種情況 接受程度有多高呢 要知道 就在一個完全沒有症狀的人身上 做這個檢查 找到癌症的機會 就不是十分之高 在這些人身上 那個PET scan是 positive 是陽性的話 都不少機會是假陽性 第二方面 也都不是所有癌症 這個PET scan都可以拿到 某些胃癌這樣算 有些胃癌 就很喜歡吸收這些糖分 就很容易 就經過PET scan 來探測到 但有一些胃癌 這樣算 那隻細胞 就不太喜歡 take up 很多這些糖分 那你就探測不到 那這些就變成假陰性 即使你做了 都是探測不到 就因為這些缺點 所以今時今日 PET scan來說 都不是很廣泛 這個病人 作為一種 預防癌症的測試 它主要 今天用的用途 都是一些有了癌症的人身上 看看治療效果 還有看看有沒有方法 又說少少 你實際做這個PET scan的時候 有什麼要留意 做PET scan之前 通常都叫你 不要做一些劇烈運動 因為劇烈運動 就會增加了身體其他組織 其他組織都要糖 其他組織又吸了放射性的糖分 如果真的有癌症的話 都少給癌症吸收 信號比較弱 就會影響測試 第二件事 有些人有糖尿病 做這個測試可能不太準 譬如有些人的糖尿病 控制得不太好 血糖已經很高 身體已經有很多血糖在 如果真的有腫瘤要吸收的時候 可能會吸收自己的糖分 打下去的放射性糖分 又未必能吸收得很多 如果真的有腫瘤的話 它的訊號又不夠強 就減低了準確性 所以如果有糖尿病 糖分一定要控制得好 先做才準確 有沒有什麼副作用呢 當然它有少少放射性 但是放射性其實很低 普通人來說 你做一次兩次 一般都不構成什麼大風險 姑娘也會叫你 做完之後 你就喝多點水 讓它快點排走 放射性糖分 跟所有藥物一樣 放射性的Tracer 你吃下去打下去 也可能會有少少風險 有些人過敏反應 這個其實吃什麼藥也有機會 這個未必是一個很大的考慮 好 今天講到這裡 先謝謝大家 記得留言點讚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 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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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